这件校园霸凌事件已经出离了正常的思维尺度 太让人生气了 网上已经有大量的评论出现 确实它挺挑动正常人的神经的 因为这件事情不像当初我们讲过的那种少年吃屎的事情 那都是属于小儿科了 这件事情是三个孩子居然把一个小孩杀了 用铁锹 你看就非常的残暴 这件事情几个小孩在事发之后竟然还正常去上学 完全没有可以说是完全没有一点害怕的感觉 而家属也为他们做掩护包庇 所以这个事情确实在网上看到一些相关视频的时候 真的很愤怒 听到家长的一些言说的时候也很愤怒 但是这件事情确实带来一个新的思考 就是孩子在学校里面受霸凌 家长应该怎么办 哪些孩子比较容易在学校里面受到霸凌 因为这件事情就是被受害人 他的家长实际上是多次询问过孩子在学校的情况 那孩子不说 不说这个事情就出了大事 你看所以很多人也都在希望寻求法律上的一些更改 因为他们做的事实在是处理一个少年该做的事了 那这些少年怎么样惩处 我们一方面要保护未成年人 但是另一方面也要惩处那些魔鬼式的未成年人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